声音很清楚 好的好的 那我现在开始 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 今天非常高兴可以为大家介绍 我们Study Group奥新项目 那么其中我们澳洲百强 面向的悉尼大学 还有西奥大学的这个预科 还有国际大一的课程分享 那我叫戴兰 是Study Group东区奥新部的招生经理 那我们悉尼大学的 首先我介绍一下 我们悉尼大学的准备课程 也就是我们的本科预科课程 那么悉尼市呢 我相信大家一定是非常了解了 那么这座城市的话呢 位于我们澳大利亚的东南海沿岸 也是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府 那么悉尼呢 是澳大利亚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的城市 被誉为是南半球的纽约 那么悉尼呢 也多年的被联合国的人居属呢 评为是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在2019年的QS全球 最佳学生城市排行榜中呢 是名列第九 那么悉尼呢 也拥有非常高度发达的 金融业制造业 还有旅游业 也拥有很多特标性的建筑 包括像悉尼歌剧院 悉尼海港大桥 还有我们的邦迪海滩等等 那么平时呢 悉尼也会举办非常多的节日活动 那比如说像悉尼的东光节 澳大利亚的国际音乐节 还有悉尼的电影节等等等等 那么悉尼大学呢 就位于这一座非常有魅力的城市当中 悉尼大学始建于1851年 也是世界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之一 同时呢 它也是我们澳洲八大名校联盟中的一员 那在最新的2020年的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呢 是位列第42 去年是整整提高了8位 超过了新南威尔市大学的排列 那在2020年的世界毕业生就业能力排行榜中呢 是位居全澳第一 全球第四 那么悉尼大学呢 也投了巨资 修建了新的基础设施 目的呢 就是给学生营造最好的学习 还有生活的氛围 包括呢 已经建成的悉尼纳尼科学中心 还有悉尼大学新的商学院等等 那么学校呢 也拥有澳大利亚最大型的大学图书馆 还有像全学生全天候开放的学习中心 表演空间等等 还有学校超过了200个以上的社团和俱乐部 那么在校园内呢 学生就可以去参观美术馆 服务馆 还有去体验健身房音乐厅等等 那在最新的这个世界大学学科排行榜中 基尼大学呢 一共有31个专业是融登了世界前50的排名 包括像体育运动相关的科目 包括物理治疗 运动疗法 还有康复类专业 还有收医学排名是第12 法学 副理学 还有我们的土木工程 地理 医学 药剂学 还有商学院的会计和金融 那么这些专业呢 都是名列前茅的 那么悉尼大学呢 同时也开设了双学士的学位课程 那比如说是计算机和商业学士 理学和工程学士 还有我们的法学 语文学 经济学学士等等 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呢 悉尼大学也是接受了我们国内高考成绩 去申请我们的本科 一般要求呢 是在当地高考的一本线以上 那么雅思呢 是6.5到7.5不等 根据不同的专业 有不同的雅思要求 那么如果是普通 我们国内高中的学生的话呢 是可以通过我们悉尼大学预科 来衔接悉尼大学的学士学位 那么悉尼大学预科呢 是在我们悉尼大学的泰勒学院 进行授课的 那么泰勒学院呢 也是20年来悉尼大学 唯一认可的预科学院 每年呢 有95%的学生 是可以成功深读到 我们悉尼大学的 目前泰勒学院的 在校预科学生呢 是达到1750元左右 那么所有的学生 平时上课用的教材和课程 都是和悉尼大学一起 共同编制的 那么在泰勒学院当中呢 我们也会提供免费的 一对一课外的辅导 还有中国的学生服务官 可以为学生提供 在校的关怀和照顾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下这张地图 悉尼大学的主校区呢 在我们的左手边 它是离我们悉尼的 中央车站 还有悉尼市中心 CBD都是非常的近的 那我们泰勒学院呢 在我们的右手边 坐落在悉尼的滑铁路区 也是离市中心很近 距离是3.9公里 那么坐车时间 大概在15分钟左右 就可以到达 我们繁华的市中心 那我们泰勒学院的学生呢 也都是可以享有 我们悉尼大学的学生卡 所以乘坐这些交通工具的时候呢 都是可以享用学生折扣的 那么悉尼大学的预科课程呢 有如下三大类型 分别是标准课程 强化课程 还有延伸课程 那么标准课程呢 是每年我们申请人数最多的 那么对比起标准课程来看 强化课程一共是30周 比标准课程是缩短了10周的课程 那么相对来说 这个入学条件也是会高一些 因为学生要在更短的时间内 完成相关的课程 60周的延长预课呢 分为三个学习 那前20周的一个学习课程呢 学习主要是 学生主要是学习向 延伸的英语课程 澳大利亚研究 还有基础的计算机技能 以及学习生活技能课程 那在20周结束的时候呢 学生是必须通过相关的课程 以及两门标准课程的考试 才可以继续到我们第二学期 和第三学期的学习 那标准课程40周呢 一共是分为两个学期 每个学期20周 每学期呢是五门科目 包含了英文 那对于我们中国 普通高中的学生来说 悉尼大学预课的入学要求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完成高二 或者是高三 四门相关的科目呢 在60、70和80分 就可以申请我们对应的预课课程 那么雅思要求呢 也是从4个5.5 到5强化课程 6分单项不至于5.5 同样的我们也接受 像托福PTE 还有剑桥雅思的 比较常见的英语测试 那么悉尼大学预课呢 是仅对于我们国际学生开放的 那这边我要解释一下 这个四门相关科目的意思 那如果是未来申请像理工科 工科的学生的话 那四门相关科目呢 就是主要参考我们学生高中成绩单上的 数学、物理、生物、还有化学 这个四门相关科目 均分不要低于 这个最低的路线标准 那如果是申请文科 或者商科的学生的话呢 那四门相关科目参考的是 数学、政治、历史、还有地理 相关文科的这个四门相关科目 那么悉尼大学是如何评估 我们悉尼大学预科的成绩呢 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成绩 一个呢是英文的成绩 一个呢是我们预科当中学习的 八门科目的一个平均分 我们称作为GPA 那右边这个呢 就是一个理科学生的一个成绩单 那我们英语评估呢 一个分数范围呢是A到F 那么C是进入到悉尼大学 最低的一个语言要求 那么GPA的话呢 分是十分 也就是很简单的把八门 这个主修科目 相加除以八 就可以得到我们最终的 这个GPA的分数 那平时的这个GPA分数呢 也是由我们这个平时作业 还有考试成绩 各占50%组合而成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位理科学生 最终深读的这个 本科的这个专业 那这位学生呢 他想深读的是 我们高级计算机学士 大家可以看到最后的 这一列 这一行 对于高级计算机学士呢 我们预科要求的是 GPA是7.5 那么英语成绩是C 那么这位学生呢 就是满足了我们这个 入学条件 成功呢是深读了 我们高级计算机学士这个专业 那么同样呢 他在我们预科当中 选修的科目呢 也包含了像理科数学 还有信息技术 等相关的科目 所以呢 他是可以成功深读的 那我们对于其他专业呢 每一个专业要求的GPA成绩 还有英语成绩 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的商业学士 要求的是GPA是8分 那么英语成绩呢 要求是C加 教育学的话呢 相对来说GPA会低一点 那么英语 英语要求会高一点 时币减 那么每一个的这个 预科的这个选修科目呢 都不一样 那么这个呢 也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我们学生在 刚刚入学的时候 第一周的时间 都有一个Welcome Week 那在这一个新生周的时候呢 我们的学术指导老师 都会指导每一位学生 根据他未来本科小学的专业 那进行这个预科当中的一个选课 那这张表格上面 同样也能看到我们的开学时间 还有每一个专业的学制 那这个信息呢 老师可以参考我们的 心理大学预科的手册 也可以参考我们 开了学院的官网 那都可以查到 对每一个专业 对应的这个GPA要求 还有这个选修科目的一个要求 那先来说一下 我们心理大学预科申请的 一些常见的问题 首先我们是接受 普通高中两个学期的成绩单 就可以递交申请吧 也就是说学生在完成高一之后 两个学期的成绩单 就可以递交我们的申请 那么现在呢 也受这个肺炎疫情的影响 所以很多学校呢 还没有开学 所以无法开具成绩单 那我们呢 也接受申请表格来申请 那每位代理老师呢 要确保学生的这个 申请表上的信息 是完整整准确的 那么成绩单和雅兹 都可以进行一个后补 那要注意一下的是 我们对于莆田 长青 福青还有常乐的这个学生呢 我们是不收的 存在一定的移民风险 那么学生年龄呢 在16到21岁周岁之间 是不会造成我们移民局 还有我们那个招生办理的疑问 那么有一些本科的科目呢 是非常容易满味的 比如说我们的建筑设计 口腔健康 还有职业疗法的专业 都是比较容易满味的 所以呢 如果要申请这相关专业的学生呢 也是建议是尽早申请 先到先得 那么右边呢 是我们最新的这个学费的一个标准 各位老师也可以参考一下 那在我们手册的最后一页呢 也都是非常详尽的列取了 我们每一个预科课程 包括语言班课程的这样一个收费标准 那说到我们的语言班 语言课程 那如果学生没有满足我们 预科植入的这个雅兹条件的话 是可以配读我们的学术英语课程的 成为AEP 那么这个AEP课程呢 长度最短是十周 也就是十周开始起配 那么最低要求呢 是雅兹四分 单项估计于3.5 那么全部的学术英语课程 都是小班教学 每一个班呢 是不超过18 不超过25个人 那评估呢 我们四项基本的技能 增缩读写 最终的成绩呢 也是由平时的课程作业 还有期末的考试成绩而组成 那基本上每一个月 都有一个开学的时间 那么下面我举三个例子 看这个语言班呢 是如何进行一个匹配的 那么假设现在学生的雅兹成绩 刚好满足了我们最低的一个 入学要求 四分 单项部对于3.5 那么如果这位学生 想进入到我们悉尼标准预课的 一个预课阶段进行学习的话 他的两次要求 要求的是四个5.5 那我们可以参考 左边这个表格 那么 那么这个4.0和3.5 是学生现在有的成绩 那么对应的是我们AEP第一个level 那如果是我们5.5到 四个5.5的一个level的话 对应的是我们AEP的三level 那所以从1到3 我们也是要 从1到3的话 每一个level是10周 那么三个level的话 就是30周 也就是这个学生的话 如果是考到4.0 单项部对于3.5 想进入到我们悉尼标准预课的话 那是一定要齐配30周的语言 那如果学生是5.0 单项部对于4.5 那这个标准呢 其实离我们的延长预课 是仅仅差了0.5分 那这个这种情况的学生呢 其实可以有一个办法 就是深读我们10周的语言班 然后再加入我们的标准预课 这样总共的时间呢 也是50周 相比延长预课的话呢 是少了10周的时间 那么有学生如果是 总分5.5 单项部对于5分的话 那么也是差了一点点 到我们的标准预课 那么我们最佳的选择呢 是可以给学生 起配我们10周的语言班 加30周的强化 这样总共时间呢 也是40周 不会太浪费 不会太浪费 整体的这样一个时间 那么所有的这个 班对应的匹配 可以参加左边这个表格 那我们悉尼大学的 预课住宿安排呢 那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表格 那么如果学生呢 是年满时 如果学生现在 目前的年龄呢 是在16到17岁左右的话 那它是不可以申请 我们的校外公寓的 那我们代理老师呢 可以向我们的寄宿家庭 去申请我们的这个 寄宿家庭的一个安排 那如果学生是满了 18多岁的话呢 那么我们是可以灵活地 去选择我们校外公寓 或者是寄宿家庭的 那么具体的这个寄宿家庭 还有校外公寓的信息呢 也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找到 那这些都是我们官方合作的 一些家庭技术家庭公司 还有校外公寓的公司 接下来我们介绍 我们的第二所 澳洲板墙面校 西澳大学 那么西澳大学是位于我们 西澳大利亚州 那么西澳大利亚州的首府呢 是我们的珀斯 珀斯呢 是澳大利亚的第四大城市 也是整个澳大利亚距离中国最近的州 所以呢 它和中国呢 是没有 那么西澳大利亚呢 是中矿业文化 虽然呢 只有11%的人口 但是却创造并支撑着全澳经济 近50%的分进之州 那么由于地处澳大利亚的大陆西岸呢 那么西澳呢 是属于地中海的一个气候 气候呢 常年是比较温和的 每年的平均日照呢 是可以达到3000小时左右 从地图上呢 可以看到 西澳呢 左边是海水 右边是荒漠 那么它与悉尼呢 是分距着澳大利亚的东西两端 一个呢 紧邻印度洋 一个呢 紧邻太平洋 相隔4000公里 那么因为呢 珀斯市与全球任何一座大城市呢 都不相邻到 所以呢 也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城市 那么随着 矿业投资的大跃进 这座孤城呢 也在过去30年 经历了千年会有的 海负积累和高速的发展 所以而今的珀斯呢 已经成为了全球铁矿 天然气黄金等矿业投资的大本营 那么美丽的国王公园呢 和天鹅河呢 也成为 也使珀斯成为非常受欢迎的 观光旅游目的地之一 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呢 珀斯也被 也被列入地区 所以呢 在我们毕业的学生 可以受到这个移民的加拿 PSW的签证呢 是三年的时间 那么西澳大学呢 同样也是西澳洲最古老的院校 那么创校呢 是1911年 在众多权威的 澳大利亚的大学排行榜中呢 也是名列前茅的 同时呢 他也是我们澳洲八大 农校联盟中的一员 那可以看一下 我们西澳大学 最新的一个排名 在2020年 的世界大学 那是位居第86 US News的世界大学排名呢 也是第86 那么在最新的这个 世界和世界学科的 这个排行榜中 那西澳大学也是多个专业的 闯入了世界前100 那包括像采矿工程 海洋科学 心理学教育学 农民和农业 还有我们商学院的 会计和金融 那这些专业呢 都是名列前100的 西澳大学呢 同时也拥有 非常先进的设施 可以提供给我们 每一位学生 包括最新的 这个学习技术的 有最新学习技术的 现代化图书馆 现代化教室 还有这个专题的图书馆 体育中心 一流的媒体呢 和科学实验室 那么还有一流的 为这个本地和国际学生 提供相应的服务 那么校内呢 也会有这个 恒温的游泳池 以及旅行社 可以为学生提供 各种大量旅行信息 那此外呢 学校也会有这个 就业服务中心 还有学生咨询服务中心 那么定期呢 也会组织各种各样的 节日活动 那我们西奥大学呢 是为 它的主校区呢 是坐落在这个 天鹅河的河畔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地图上的右上方 就是我们西奥大学 主校区的所在地 那么距离珀斯的 购物和市中心呢 也接近只有 十分钟的一个路程 那么西奥大学 还有另外一个校区 叫做科安诺校区 是位于主校区 西边的一个 十五分钟的路程地方 那也是我们的 泰勒学院的所在地 那从这个 科安诺校区 到我们的主校区 也是只需要 十五分钟的 公共交通工具的 这样一个距离车程 那我们西奥大学呢 也是同样接受 这个科学的成绩 还有 一些国际高中的课程 去申请我们 申请我们的本科 本科专业 那同样呢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预科 还有国际大一课程 去深入我们 本科的专业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开乐学院的 扩斯校区 可以给大家提供 什么样的桥梁课程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是预科课程 在完成预科课程之后呢 学生是可以成功 升读到我们 西奥大学本科大一 那国际大一课程呢 我们分为 商科和理科 两个大方向 那么在顺利完读 完成我们国际大一课程之后呢 也是可以升读到 我们西奥大学 本科二能级的课程 那么在18年统计的数据当中呢 我们88%的 阅课毕业生 是可以获得 我们这个录取 98%的国际大一毕业生呢 是可以受到 我们大学成功的录取 那么我们学校呢 也是有这个 学术支持的协调员 可以为学生在各个课程上面 提供帮助 还有我们的study smart 这个免费的网络学习平台 那么学生呢 可以在这个平台上 预约和老师进行 一对一的课程辅导 也可以呢 在上面搜集 自己想要的一些课程的资料 那么泰勒学院呢 也是坐落在我们 西奥大学这个 Climinal校区之内 所以呢 学生是可以共享 我们西奥大学 所有的这些先进的设施 那如果是没有满18岁的学生呢 那么学校也会有 这个监护老师 会和学院还有家长 保持一个定期的沟通 及时汇报学生的 这个学习和生活的情况 那么西奥大学的预科课程 在顺利完成 预科课程之后呢 是可以确保深读 我们西奥大学 任何一个本科学位的课程的 那在我们预科课程当中呢 有一个科目叫做 就业能力和技巧课程 那这个课程是 每一个学生的课程里面 都会有的一个必修课 那么其他相关的一些专业呢 也是可以根据我们 学生未来想深读 这个本科专业的方向 而进行一个选择的 那同样的和西奥大学的 预科课程一样 我们也分为标准 强化 还有延伸课程 三个类型 那么每一个课程呢 都会有两个开学期 时间呢 是40 30 60 那我们西奥大学预科呢 对于我们国内的 要国内高中的 学生要求呢 也是顺利完成高二 或者高三 四门相关科目呢 达到60 70和80分 就可以去申请 对应的课程 那么雅思的话呢 相对于 相对于悉尼大学来说 稍微会低一点 我们的标准课程呢 是5.5 单项不低于5分 就可以成功申请 同样呢 也接受托福PPE 还有CEE的成绩 进行我们的 作为这个 英语语言测试的 录取标准 那西奥大学 对于我们 预科升学的要求 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这个表格 那我们要求呢 是在预科的这个 所有科目的均分呢 都达到66% 可以简单的 记得66大顺 那英文的要求呢 是50% 那学生只要呢 66大顺 加上50%的英文成绩 呢就可以顺利的 升读到我们 悉尼大学的 科大一 那这边可以 注意一点就是 如果这个学生 最后没有达到 我们66顺的 这样一个 均分要求的话 如果学生 有55%的成绩 并且呢 不多于一门 英文课程的挂科 也就是说 这个挂科的 英文课程分数呢 不少于47% 那么这个学生呢 是可以升读到 我们的国际 大一课程的 那这个 请各位老师 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遇到相关的 这个学生的问题 可以欢迎来 咨询我们 那么商科 国际大一课程呢 商科的国际 大一课程呢 是毕业之后呢 是可以升读到 我们商科学士 本科二年级的课程 那完成这个 国际大一课程的时候呢 是可以获得 我们48个学分 那学生呢 是要在 八门所学的科目当中 获得50%的成绩 才可以顺利的 修读完 我们国际大一课程 那么国际大一课程呢 也都是小规模的授课 我们的班 最多25个学生 分为8个月 和12个月的课程 每年有三次开学时间 那么接下来 我会为大家讲一下 这个8个月 和12个月课程 一个具体的区别 那么商科 国际大一课程的话呢 是我们可以选择 在如下这些专业当中 可以选择两个主修的专业 那么西奥大学的商学院呢 也是 西奥大学商学院呢 也是非常有名的 是得到了我们 国际高等商学院学会 还有一个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双国际认证的 商学院 那么西奥大学商学院呢 也是积极的 和各个企业进行合作 那么尽可能的 为学生提供教学 和实践的这样学习体验 那目前呢 商学院的企业合作呢 包括像澳大利亚的 四大银行 四大会计师 事务所 瑞银集团 三菱集团 等国际知名的企业 那么本科的这个金融专业呢 是获得了我们 金融分析师机构 CFA的认证 那么澳洲 在全澳洲呢 只有为数不多的院校 金融专业 是可以获得这个输融的 那么理科的国际大一课程 同样的 在完成我们 国际大一课程之后呢 是可以获得48个学分的 这样一个减免 那么完成之后呢 是可以顺利的升读到 我们西澳大学 生物医学科学学士 本科二年级 那完成八门课目 也是50%的一个 均分要求 是可以顺利的毕业 同样的分为 八个月和 十二个月的课程 每年三次开学时间 那么我们可以从 右边这个图表里 选择任意一个专业呢 进行学习 那这边我标准了一个 工程科学专业 那么这个专业呢 是可以打包成一个 本硕联读五年制的一个专业 那这个专业呢 在毕业之后呢 是受到我们 澳大利亚工程师学会的 一个认证 那么在西澳大学 在西澳大学读书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为学生提供 十二周的一个实习的机会 那西澳大学的工程专业毕业生 也是 他的起薪呢 是全澳洲最高的 也是受到了我们澳洲 澳大利亚工程师协会的 相关的认证 那我们国际大一的入学要求呢 可以参考留下这个表格 那我们雅思要求呢 十六分 单向不低于五点五 那么对于我们国内高中的学生呢 是要完成我们的高三 那么平均成绩达到八十 同样这里也要注意点 是我们四门相关的科目 平均成绩要达到八十 同样也接受像托福PTE 还有剑桥英语的 比较主流的英文课试 那接下来我说一下 这个八个月和十二个月的 国际大一课程 有什么样的区别 首先八个月的话 我们会分为两个学期 那每个学期呢 是学习四门相关的课程 那我们十二个月的话呢 是分成三个学期 那么课程设置分别是 三三二这样一个模式 那相比八个月的话 十二个月的课程设置呢 会稍微的松一点 没有八个月压力这么大 那我们同样的也会开设 这个学术英语准备课程AEP 那么和西尼大学的AEP 也是相比较类似 课程程程度最短是十周 但是呢我们最低的入学要求 是雅塑4.5 单向不低于4.5 这个和西尼大学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同样是小班教学评估我们英语 听说读写的四项基本技能 那么在西尼大学的这个AEP当中呢 我们是每五周期的时候呢 都会以一个考试的形式 去评估这四项技能 那每项技能呢 是占22.5%的比重 还有一个是语言分数占10% 包括一些像语法呀 还有词汇的特势 那么我们这个语言课程呢 也同样的在西尼大学的这个Clamour校区里面学习 所以呢是可以共享我们学的所有的设施的 那么开学时间呢 也基本上每一年都有个开学季 班级的最大规则数超过18个人 那因为我们的校区 我们的开了学院呢 是在西尼大学Clamour校区当中的 所以呢我们预科中心的学生 都是可以入住到我们西尼大学的 校内的学生的住宿楼 但是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 就是学生的雅思要足够植入这个预科 或者是国际大一 才可以入住 也就是语言班的学生 可能也需要各位老师 先帮他去申请一下这个校外的公寓 或者是基础家庭 那等到学生顺利入读我们预科 或者国际大一的时候呢 是可以再搬到我 搬进来我们这个校内的宿舍 入住 那最后介绍一下 我们西尼大学的这个奖学金 那么西尼大学的奖学金 其实非常丰厚啊 那如果说我们预科 或者是国际大一 在达到相关的这一个 入学的分数的时候呢 那我们西尼大学 每年也会发放 5000澳币到15000澳币 不等的奖学金每年 那这个也是非常的丰厚 我们往年有非常多的学生 也是拿到了这个奖学金 那接下来呢 最后一个部分 我介绍一下这个 我也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最新的 关于这个肺炎疫情的 一个一些政策 因为现在也是 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 进行爆发 那很多代理老师 也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那么从2月1号开始呢 澳大利亚就开始禁止 我们中国大陆 来澳的一些乘客 还有学生 那所以呢 我们悉尼大学的预科 和西奥大学的预科呢 都相继做出了一些 推迟入学的时间 那么我们悉尼大学的预科 是统一把学生的 这个2月份的预科时间 推迟到了3月9号 为一个开学 为一个新的开学时间 那么西奥大学呢 它的预科 因为是在1月份就开学了 所以他成功的避免了 这一次禁止入境的 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我们的国际大一学生呢 是在2月24号2月底的时候 才进行开学 所以呢 这批学生呢 也是推迟了 他们的入学时间 到3月10号 到了2月底的时候呢 禁令是一直在延长 直到今天呢 这个禁令也没有被解除 而且呢 有包括像韩国 意大利的 其他国家的 这些重点疫情区的国家 也都被列入到了 这个禁令当中 那么我们在2月25号的时候 西奥大学的国际大一呢 时薪开设了一个入学的时间 是3月30号 那这个3月30号呢 其实只是把第一个学期的假期缩短了 但是整体的课程呢 是没有变化的 那么刚刚我也介绍了 我们12个月的 这个课程设置呢 是332 那如果是3月30号 这一批学生入读的话呢 就会变成了233这样一个课程设置 整体的时间呢 也是没有变化的 那这段时间呢 学生也会陆续收到我们校区发的 关于这个三个选择的一个邮件 那第一个选择呢 就是如果学生通过第三方国家入境的话呢 那必须是在第三个国家停留 第14天以上之后 才可以被允许入境澳大利亚 但这个呢 也是2月份的一个政策 那最新的一个政策呢 也是 最新的一个政策呢 是说 在入境澳大利亚的时候 也要再继续隔离14天 所以这个政策呢 也是一个临时性 并且存在一定风险的 要根据第三国的这样一个入境政策 还有澳大利亚平时政府 新颁发的一些政策来随时做出一个改变 那么第二个选择呢 是休学到下一个入学班 那也就是我们延期入学 第三个呢 是退学 但大部分学生呢 选择的还是我们延期的一个选择 那从二月份 从新尼大学的话 是从二月份的开学季 延期到了我们七月底的一个开学季 那如果是西澳大学国际大一的话 那大部分的学生也是选择了 从把二月份的开学季 延期到了六月份开学季 那其实西澳大学 这个国际大一的课程 从二月延期到六月份 它整体的这个课程数量是不变的 只是由原来的十二个月的国际大一 那变成了八个月的国际大一 从原来的三三二的课程设置 变成了四四的课程设置 但整体进入大二的时间 是维持不变的 所以西澳大学国际大一的 这整体的影响 对学生来说没有特别的大 那最后呢 我还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减费的线上的平台 叫做Study Smart 那这个平台呢 是对于学生来说 其实是非常有用的 尤其是对我们国际学生 因为在每一周的时候呢 这个平台上都会公布最新的 这样一个补习课程的一个信息 那这个信息呢 可以在平台上自行查阅 也可以在老师的办公室门口 它会有一个 有一块区域专门贴出来 这个每一个星期 最新开设的一些课程 那么包括像我们最基本的 像那个英语的写作 或者是你想去提高一下 自己的英语的口语 或者是听力 那跟老师进行一个面对面的英语沟通 那么也可以作为一个辅导课 或者是论文的改写 那或者是在到我们 临近就业的时候 一些就业的指导的一些课程 那都可以在我们这个 Study Smart平台上面 去预约相应的课程 然后给老师 约约线上或者是线下 这样一个授课 那么整体对学生来说呢 还是非常有用的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 关于我们悉尼大学和西奥大学 这个桥梁课程的一个整体的介绍 谢谢各位老师 那接下来各位老师 有什么问题也都欢迎 可以随便提出 谢谢大家老师 然后各位如果有进一步问题的话 也可以直接静音解除 直接提问 或者是在去年那个打词提问都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什么问题 OK 那如果大家 大家可以听到吗 各位老师有什么问题 可以现在 对 还有一些时间 那我在这边可以针对这个 悉尼或者西奥大学 预科课程 为老师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好的 那如果今天大家没有 暂时没有进一步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等到那个具体有case了 然后我们在case by case的 具体的讨论 然后我们也可以把大家相关问题 就是传达给那个戴安老师这一边 那非常感谢 今天戴安老师带来的详细的介绍 也感谢大家的参与 之后我会把今天的培训PPT 以及录播链接一起发给大家 谢谢大家 那我来停止录制了 谢谢大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